我們剛剛看到的是Java的虛擬機能 JVM 這個是一個應該算是應用程的虛擬機能 它不是讓你在上面按做作業機能 它是應用程的虛擬機,它就是一個by code 執行對應的程式動作 那這邊一個例子是hello word 通常我們寫程式的時候,一開始就會寫一個hello word 這是程式設計界不成文的慣例 那當你寫一個hello word 的時候 你可以用Java SE去遍應它 他就會輸出hello word 各位有上過課用Java的嗎? 沒有 那我們試一次看看 我先確定一下我們這裡有沒有換Java 好像沒有 那就得再灌 好吧,灌就灌 馬上來灌一下 你要執行Java,就打JDK 這裡,像Oracle 因為那個Java本來是生養的 它生養被Oracle code定 所以現在就變成Oracle的Java 那在這裡有JDK JDKFS JavaFS 你下載這個Java Platform JDK這個版本就可以了 那這個版本 裡面有支援各式各樣平台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Widows X64 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MakingTouch 我現在也搞不清楚 我們應該換哪個版本 應該是這個吧 至少X86我覺得應該是OK的 那所以我覺得 不然這個是比較穩當 不然這個會比較快 但是 我們選比較穩當 那我就按確定 他說我還要選Except 我哪裡沒有勾 Except 看一下 Except 這裡 Except license agreement 先勾 然後再看一下 好 所以他有88Mbps 所以我們需要花點時間 那等到你下載完了之後呢 然後安裝安裝完了之後 我不確定我們需不需要再設立一下系統路徑 我們就會 如果安裝完不行 就必須要設立一下系統路徑 好 那Java其實目前的用途還是不少 在很多人寫畫面台的程式的時候 喜歡用Java 因為他支援的平台真的是不少 因為你會看到 MS Mac Solaris Windows 甚至有一些手機之類的支援 那 但是Java其實已經算是有點歷史的一個原因 他大概在1995年出來 那微軟的CShop大概在2001年 2002年來出來 所以他有點歷史 相對的他有點包容 就是他的語法 感覺比較隆暢 那 所以有一些包容 那最近我最喜歡的其實是用Java screen來寫 Java screen來寫程式我覺得真的是很彈性 但是Java在很多地方還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有必要還是會一下它 覺得會比較好 OK 那你開發Java的話 像這個 它這邊不是有一個下載 剛剛有那個NameIn 那個就是一個開發工具 但是也有一個叫Aclix Aclix的工具也很常用 那 所以 也可以靠那個 但是 這個下載有點久 我們先把課程繼續看完 再來操作 好 那 這個是一個Java的程式 那 它的做法是這樣 Panel Java 這一個程式 被JavaC編完之後呢 會變成Panel.glass 那 hello.glass 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的bycode 就是二進位 也就是我們 跟我們機器碼類似的東西 然後呢 它就用Java Java這個程式就是虛擬機 然後用Java hello 就是我要執行hello.glass 那就拿來執行 那 Java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從前用虛擬機的方式執行 通常都會很慢 但是 Java呢 它把它加速到一個程度 讓這個執行的過程不會很慢 它的加速方法就是用必須便利式 也就是說 我雖然執行了這個Java Hello 這樣的一個執行 那 照理講 它應該是解憶 這一個.glass 那如果要先解憶層次的話 通常都會很慢 多慢呢 比你在真實的機器上面執行 可能要慢一百倍 一百倍喔 你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負擔喔 那如果你原本要一秒 你不要一百秒會自行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但是 但是呢 因為Java有採用了 不是直接解憶的方式 它採用了一個叫JIT Just In Time Compiler 立即是便利 那立即是便利呢 就可以讓它的速度 本來從慢一百倍 變成是慢兩倍 也就提升了五十倍 它什麼叫做立即便利 就是 我馬上把這個.glass 檔 編成.ese 檔 那種東西 然後去執行 但是它不是一次把整個程式把全電了 因為它的 它的那個.glass 檔 這種堆疊機的東西 不太適合 直接 完全一次轉換成機器碼 那它怎麼做呢 它是一部分 我要執行哪裡 我就把那一段 給轉換成機器碼 那一旦轉換成機器碼之後 下次執行的時候 就不用再電力 它就直接執行記憶體裡面 那一段機器碼就好 所以相對的 它不會那麼慢 這是 Java 當初 所發展出來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貢獻 那所以像現在 我最近在寫那個 Javascript 那 Javascript 跟 Java 是完全不同的而已 那它 後來 Google 也釋出一個工具 那個工具叫做 V8 V8 的虛擰機 那 V8 這個虛擰機呢 所以你可以用來 把 Javascript 的程式 直接轉換成機器碼 然後去執行 那一樣是用虛擬 即類似的這種立體 立體變異式的方式去執行 所以現在本來 Javascript 的速度 非常非常慢 這是 Javascript 一直 沒有辦法突破的一定 然後讓人家 詬病很嚴重的一定 但是現在有了 V8 之後呢 Javascript 突然之間 就變成一個 一個非常強的語言 因為速度提升了幾十倍 那這使得 Javascript 變成一個重要的語言 這邊再來看一個論題 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叫做 Nor.js 這個Nor.js 就是 Javascript 的執行平台 它所採用的 AE 以前 就是 V8 那這個東西 很有用 在網路程式的課程的時候 一路要看 OK 我們來找一下 OK 我們來找一下 CNor.js 好 這裡有一些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就用這個POR當例子 POR POR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用Nor.js來執行 FOR.js的程式 然後最後它輸出一下 因為 我很簡單的這個程式 只是讓它列印 然後有Blake 有Continue 去做動作而已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FOR的程式 所以這裡也用了虛擬機 而且還用了利機 跌力引擎 所以現在這種技術 非常的重要 也算是很普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那一個 JS裡面的POR 這是我們剛剛執行的那個層次 可以看到它的內容 就是當次3的時候就Continue 所以它不會印3 當次8的時候就Blake 所以它也不會印8 8、9、10都不會印 所以我們執行的結果會是 1、2、4、5、6、7 那當然這只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範例 以Nor.js而言 它很重要的不是做這個 因為它整個架構是利用 利用 利用 讓你用JS來寫 未本程式 未本程式 所以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以這裡而已 我們看一下 但是你也可以用來寫 寫一般的程式 就是不只是Web 就是不只是Web 那這裡一顆Web Server 2 那這裡是我Web Server 2的程式 那我們把它切上來 切過去 我們來執行一下 Nor.js Web Server 2 它就開始執行一個Web Server 2 它就開始執行一個Web Server 2 那我們在這邊呢 127.0.0.1 各位知道是什麼意思 就是 本計 那 我如果這樣去執行本計 你會發現 OK 它是Web Server 2 OK 這個現在 你看到這個網站的原因 是因為我寫的這個程式 它可以 可以列出 裡面有哪些程式 OK 哪些網頁 然後呢 也可以顯示圖片 也可以顯示有畫 有圖片的網頁 那 當然你可以顯示更部份的網頁 那我們用 Nor.js 寫了一個圖片 OK 那這個看起來好像還是有點多層次 但其實 最簡單的層次 會非常多 對不對 所以 我現在都會講 那真正最簡單的Nor.js層次 像這個Web Server 2 就被它斷 OK 那我們來 再執行一下 我現在跳回去 好這時候呢 它一樣執行了一個 剛剛的這個程式 但是這時候呢 我不管出什麼 它都只會輸出這一句 這幾句 那 我不管網子上面怎麼打 它都只會輸出這個 所以叫 會反動 那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也能寫很簡單的程式 我也可以寫很複雜的程式 而且很簡單的程式呢 就程式這個嘛 就真的很短 這是Nor.js的部分 所以現在這種虛擬機 用的很多 連JavaScript 這種東西 也用了虛擬機 好 那 很多同學可能不了解 這個東西的 價值 那 慢慢的你會了解 你還有很多 像 網路程式設計 這麼多 你就來 上這個東西 上這個東西 就很多 這個是Nor.js 用來寫 用來寫 未必方便的程式 就是 有用虛擬機的 那個 Google是出來的 V8引擎 所建構出來的一個 JavaScript的整個平台 非常強 那 我們剛剛 因為在下載 所以就 講到別的地方去 好 現在下載 我們回來 JavaScript 好 那我們 安裝一下 好 安裝一下 OK 按Nex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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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OK 然後 然後 它 安裝到這裡 就要把 火滾X86的 就要把 CR17裡面 那我們就按預測 對 然後這邊那個廣告 說 3 Billion Billion Billion是多少 Billion是百萬 Billion是 三 Billion是百萬 再上去千萬 千萬吧 10億吧 30億 OK 好 好 那現在安裝完 好 那這個我先關掉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寫一個Java程式來測試一下 OK 先確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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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安裝好 哦 路徑沒有 所以可能還是得要設路徑 所以我們先把路徑設起來 我們先找出 我們先找出 剛剛安裝到的地方 剛剛安裝到的地方 X86 裡面的這個Java 這個 JRE這個有 Billion 這裡是有那個 Java這個程式 那 但是呢 如果你是開發人員的話 應該是用這個 JDK Billion 這裡呢 除了有Java這個程式 還有JavaC 所以我們開發員也要用這個路徑 好 我按 擋錯的事件 讓它複製一下 然後進控制台 稍微設定一下它的路徑 這邊要選系統進去 這裡有個進階 進階這邊呢 旋環境變速設定 然後 設到系統 不要設單 只有整個系統 好 OK 這樣按確定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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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記得 命令一次支援 這個東西要關起來再重開 這時候我們再看Java 有了 JavaC 也有了 OK 有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 這邊 剛剛這裡有個程式嘛 那 那語法呢 其實我很久也沒寫消了 所以 稍微看一下 Face 然後Public Static OK 好 來寫一下 好像是小型 好像是小型 我們先把它填起來 先把它填在Java 那我就這邊就切到Java去 OK 我沒有寫嗎 對我還沒填 我剛剛只開了資料夾 搞錯了 Java應該不然比較Java 奇怪用JS Java是可以寫的多了一點嗎 好 用JavaC呢去坎派這個 我們先列出來這個資料夾有沒有什麼 是用一個Hello.Java Java JavaC 是先坎派 OK 這樣編完之後會有什麼 Hello.class 是不是跑出來 那Java OK 那當然你還可以寫 很像是一員的那些東西 可以做 好 Java其實 從C衣延伸 就是繼承過來的魚法也是很多 所以擠起來就跟C衣幾乎都是差不多 當然還是有不一樣的 當然還是有不一樣的 好 這一次 好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 Java的用法大概是這樣 那它裡面呢 就是 有用到這個過程 JavaC編完之後變class 把class呢 你再去用Java去執行 用到這個過程 那它呢 可以跨平台執行 因為裡面只要兩邊都有JVM 這個虛擬機 條件是兩邊都有JVM虛擬機 一邊沒有就不行了 所以你要 要把這一個程式丟到另外一邊 要能執行是條件是它有虛擬機 OK 你沒安裝剛剛那個JVM 沒安裝剛剛那個JPK 沒安裝JPK可以 沒安裝JVM就不行 虛擬機一定要有 那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素德老師學生來參觀一下 OK 那我來問一下那個 MAC MAC 都是MAC 都是MAC 對 對 這個 手在使在的結論 好 謝謝 對 每個都有一台MAC 太幸運了 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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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今年才來的 對啊 他只要上米 我會多沒床 還有IOS 還有IOS 已經有拍IOS上面的 有 還有 很中心 很中心 也做也有看 所以你們有參加那個軟體的 再配機嗎 北科大海中心嗎 沒有 沒有 好 慢慢來 不錯不錯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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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所以這樣應該清楚Java的用法案限制 OK 好 好 所以他可以跨平台喔 這個BIPCode可以跨平台 條件不管你是什麼作業系統 不管你是什麼處理器 因为你只要在上面安装 它在那个作业系统的和处理器的虚拟机就可以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跨平台 其实跨平台都是有条件的 几乎没有一种跨平台是没有条件的 跨平台都会有一些预设的条件 举个例子 QEMU QEMU也是一个算是虚拟机 但是它这个虚拟机很特别 它是把机器码反编译变成C1 再把C1用GCC compile 再变成这个特定平台的机器码 所以它执行起来虽然不慢 但是也没有真的很快 它是以机器码的层次在执行 所以其实不慢 但是它先转成C1元之后再去编译过去 所以它的层次码会变长很多 所以也不会坏 但是在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它可以画平台 因为只要GCC支援的机器 它就可以支援 因为GCC支援的太多的机器 所以它到处就可以支援 那这种做法很奇特 像VMware跟Logio PC Logio Bus 它都不是这样做 只有QEM就是这样做 这使得QEMU变成一个可以跨平台的虚拟机器 VMware和Logio Bus 其实它都不是真正的 那种意义上的跨平台 虽然它也是可以跨平台 但是它所做的跨平台 其实是有条件 条件比较远的 那QEMU就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系统 那特别的系统 通常就是特别的人做出来的 各位知道是谁做的 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人应该算是神级的火龟Mware 这个绝对是 你看连Google都可以出现它 意见回馈 我第一次看到 打枪名字会跑出这个的 OK 那这个Fallers 绑大 你看 它最新的作品是一个4GLTE的基地台 软体从无到有全部自己一个人写出来 这是对我来讲是非常 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它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像它可以用JavaSplitter 在网页里面跑起一个Linux 在网页里面跑一个Linux 它无聊到去做拍的运算 但是人家做拍的运算 没什么 它做拍的运算就有什么 它做到2700个Billion的小数 2700个Billion是多大 10亿 Billion是10亿嘛 对 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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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亿 千亿 兆 也就是 2兆7000亿个 十位数的小数点 那其实还要乘以3才会变成位置 OK 那2兆7000亿 兆的层级就是Terra 兆的层级就是Terra Tb 那在乘以3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 这一个要用到 大概8到9Tb的硬碟 才可以储存它所算出来的拍数值 8到9Tb的硬碟 Tb 你现在所用的硬碟 大概也是这个大小差不多 就是8到9Tb 一个Tb就是1000G 对 那8到9Tb就是8000到9000G 储存 为了储存一个拍 很神奇 那他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像譬如说这个 Analog and Digital Tb Signal 他做什么呢 他说 显示 影像 在PC上面 但是呢 这个我记得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 就是 他把人家的显卡 拿来做一些很奇特的用途 我忘记他这个真的用途 是什么 现在 他还写 写的不是很清楚 他说 可以 VGA卡 当成电视的传输器来用 感觉像这样 很奇怪 那 QEMU 就刚刚讲 他写 FF MPEG 如果你有做那个 影片播放的话 开放原始码 里面 这个 通常被用来做影片播放的 的 的那个 程式 OK 那很多 很多 像Python 之类的 韩式库 他会互交这个东西 就做 TCC 是一个 超级小的 C語言配力器 那 我分析过他的原始码 大概就是 五千行 五千行的 完整的 C語言配力器 但是 他有一些神奇的功能 他可以把 C当成 Screening Language Screening Language 就是那个 搅分语言 动态搅分语言 那他把 C当成 动态搅分语言 再执行 比如说 你直接把 C語言的 程式码 当成文字 然后呢 交给他 他就会立即便于自己 OK 他写得非常非常异强 那 他的前身 是一个叫 OTCC的 project 那 OTCC 这个 project 其实是他 在早期的时候 他去参加 那个 国际怪马大赛 国际怪马大赛 就是 一堆人吼不聊 然后在写程式的时候 就觉得 看谁能够写的最怪的程式码 就得第一名 他就得到那一届的第一名 就是他的程式码 真的非常非常怪 怪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没有人看得懂 不只没有人看得懂 就是说 大家连 一看就觉得 那不是一个程式 但是他可以执行 那 这个就是 国际怪马大赛 就是看一下 Original DCC versio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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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那 那 Tilin-CC 源起于 那个非常小的C-C-Confire 他得到这个 International Uperfuscate C-Code Context 就是 国际的奇怪C程式码 International 在2002年的时候 他大概就从这个时候 开始 展露头角 那 那 你能看到他的外表 上次看到下一辆 真的是 图像 图像C元的程式码 这是他的国际怪马 是 你会觉得有什么 怪的地方吗 很恐怖 对不对 谁想去改造成次 但是他不只是错误的排版而已 你会看到 他用了很多奇怪的技巧 做出这种错误排版 非常非常奇怪的技巧 他Define K 是这个 Define A Define C 是AD Define I 是L Define P 是Y 所以他会写出这么奇怪的码 是 有原因的 但他要记得 K A C到底是什么 然后用这个排列组合 去做出一个 他想要的程式码 所以难怪他会得到这个国际怪马大赛的冠军 但是这个只是搞怪而已 真正的重点是他后面的这些 到处都被使用的作品 那TinyGL 他做了一个OpenGL的 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个OpenGL 只是比较小一点的 叫TinyGL 另外 OK 还有什么 其他的 其他的可能就比较不住 这个我觉得是最心最恐怖的 一个人做出一个基地毯 不可思议 那我们 这个就 这个就看到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刺激 什么非常刺激 就是我们台湾在前几年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YMAS 结果那个4G执照也只发了YMAS的执照 然后把平段全部都分给YMAS 结果现在在国际上YMAS死掉了 LTE一起来 4G是以LTE为主件 我们之前的平段分配 那些人花了几亿的费用 去买那个平段 现在全部都投到10亿 那问题是他们也不想把这些平段再释放出来 因为他花了那么多钱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就是政府要想办法去解套 想办法跟他们说 那你挪一些平段出来 我们改成LTE好不好 就很悲惨 所以 但是 政府在科技上面 其实往往会做错误的选择 不只政府 市任公司也会 那市任公司 比较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是因为市任公司有那么多 所以 就是增加错了 另外一家会起来 政府投错了呢 全都一起挂掉 没有人会起来 所以 这个 就是政府交为神秘 那 那 看过这个人 OK 再继续回到我们的 他看到你讲到 很大 对 所以 为什么 跑到 Fuggest 讲到QEM 对 讲到QEM 这个虚拟机 所以 在 Java的 这个虚拟机上面 因为 他是有这种 这种 直接 动态载入的观念 他不是把整个程式码 编译完之后 才 才可以跑 他是用 BiCore 然后BiCore 直接编译成 那个 编译成 X86之类的 中间码 而且是编译小转的跑 所以 他不是一次要全部的码都进来 所以他一次可以载入一个类别 这个特色 有很大的好处 其实 在后面 我们还会看到 Linux 或Windows 里面都有DLOL 动态连结 我们在前面好像也看过 那个DLOL 就是我现在 临时 需要 他的时候 我再把它载入 然后就可以自行 这个Java 也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他可以做 动态载入 他只要用 Classloader 然后 GetSystem Glassloader 准取的那个载入器 然后 直接用LoadClass 去载入 那个 那个 Bipode Bipode 延时码的档案 然后就可以 New Instance 建立新物件 开始自行 所以在Java里面 要做动态技术很容易 对 那 我们刚刚 不是有看到 用JavaSquiter 在JavaSquiter 根本不需要动态技术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直接把 用文字档材件 来直接去自行 对 根本不需要动态技术 所以Java和C语言的 执行对照模式 你会发现很像 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 C语言 它会用GCC 把它编成目的档 然后直接放在CPU上面执行 有时候是直接放在CPU 在没有作业系统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有作业系统 就是放在作业系统上 作业系统展入之后 再放在CPU OK 那如果是C元对应的机器 其实就是那个 组合园的程式 组合园程式 就用S组一器 把它组一成目的档 然后一样放到CPU上面自己 那以Java而言呢 是这个 Java语言的程式 那经过JavaC这个编译器 编译能BiCore 这BiCore不能直接放在CPU上面执行 它必须要落过Java虚拟机 所以虚拟机就变成它的平台 这虚拟机下面其实还是CPU 那Java其实也有组合语言的 但是它没有真正释出那个组一器 但是开放原始码 有人就该去帮它写个组一器 像Jesney OK 那你就可以把像 Hello Word.js Js Js不是Java主义的 这Js是Java.js OK 好 那他拿Jesney来主义之后呢 就变成BiCore 然后再放到这边这样子写 这里 那这里你也可以用JavaP这个指令 把这个程式码直接反主义 加上C参数反主义 然后看它的组合语言长怎么样 你会发现它的组合语言长得有点奇怪 这样 Payload invoke spatial return get spatial 它是个对点机 但是它又有一些所谓的常数 这个常数其实都是 就是记忆体位置 或代号 变出代号 OK 那 我们可以试试看刚刚那个JavaP 我确定一下 这里是不是JavaP 有JavaP 有JavaP 那我们就可以把 刚刚那个给反主义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个程式码 这版主义出来像怎么样 一样 JavaP 一堆看不懂的组合语言 然后 iCo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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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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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tanie 3 2 2 3 2 改成暫存器架構的機器 就毀避掉它的專業 那這裡其實有很多技術 等一下再握 那這裡 OK 看到了 JavaP還準備 接下來看Mojo PC 這樣我們就不慣了 因為這裡應該也有VM 各位也用過 那現在常用的 常見的虛擬機 其實Mojo PC現在很少用 VMware就是最多人用 再來就是Watchbox 再來就是QAM 那這是我當初用Mojo PC 灌Red Hat 灌Red Hat 在Windows裡面灌Red Hat 那你現在也可以在Windows裡面 灌幫助 然後 看你要用VMware 或VMware 都可以 那灌完之後 其實你就相當於有一台真實的機器 在你的電腦裡面 運作的方式幾乎是一模一樣 只是 它的畫面通常會不會在滿全螢幕 在滿全螢幕的話 你會不太用 對 通常它的畫面會小一點點 那 另外 它 當你建立那個虛擬機的時候 它會在硬碟裡面建立一個對應的檔 那未來你如果想要在別台裡面仔細 你可以把那個檔扣過去 那就可以在另外一台 直接恢復你的程式繼續執行 所以現在也有看到有不少 那種很大的問題 那軟體大到 所以我覺得 你一定不會想去安裝 所以它就乾脆給你一個ISO檔 然後你就直接用那個ISO檔 直接把它用虛擬機把它執行起來 這只能在虛擬機裡面執行它的軟體 那你幹嘛有人這樣做嗎 好 ISO檔就是那個光碟的那個 規格檔 那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虛擬機的存檔畫面 這個存在 DOS 6.2.VLD 這是Rochial PC 那 OK 那我們在上面 跑一個DOS 的程式 跑一個DOS的作業性 那我們就可以在 Windows裡面 弄出一個 幾乎跟DOS一模一樣的系統 那你現在要去找DOS 機器來執行DOS也有困難 所以你用真的 有程式非得要DOS不可用虛擬機 這也是個辦法 你看 看到這個A槽 就會發現很久以前的東西 那現在A槽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電腦 幾乎都從C槽開始 為什麼從C槽開始 對啊 因為在我大學的那個年代 我們都沒有C槽 我們都只有A槽和B槽 A槽通常是放 五六四分之一吋的軟碟 B槽有時候可能比較新的是放 三六二分之一吋 現在呢 這種碟片大概也都找不到 你們家還有這種碟片的嗎 有 有 但是 對啊 應該也 從那時候放到現在 應該也都發霉 發霉光了 所以現在這種東西幾乎都有 有儲存成印象桿的格式 直接放在我們路上 大概就是像這樣 好 那這是落實我們開機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這一張看到了幾個虛擬機 然後呢 原生式的記憶增式的記憶體機 暫存機機 推列機 還有CPU的虛擬機 是做我們看的演算法 待會我們直接看程式 那Java的虛擬機 都是VC虛擬機 甚至中間還跑去講 Vapris-Fazza的作品 好 大概是這樣 那 先休息一下 現在基本 3點18分 先休息 10個9分 那待會我們再來操作 講解CPU0的虛擬機 部件裡 謝謝